有情提醒,这部是非恐怖版 全程恐怖画面,表情包折等 胆大的小伙伴速去恐怖高清无码版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 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电影结尾有福利哦 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美国恐怖电影 安娜贝尔2 这部电影算是安娜贝尔1的前传 主要讲述了安娜贝尔的来历 电影刚开始出场的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大胡子和女儿小蜜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然后小蜜的母亲金发女出现 氛围是极其的融洽 直到这一天,一家人从教堂出来后 大胡子的车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于是大胡子准备自己动手修车 但是车上的零件突然丢掉 就在小蜜跑去捡零件时悲剧发生 小蜜被车撞到意外丧生 12年后,一辆护诉女孩的汽车 驶过当年发生车祸的那条路 而目的地就是大胡子的家 原来是金发女想让家里变得温馨一些 决定和大胡子收养几个女孩 这些孩子分别有修女 瘸腿的女主 爆炸头 乖乖女 卡罗尔和南希 一行人到了大胡子的家后 就开始到处乱逛参观 完全把大胡子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城堡 随后就开始分配房间 孩子们都住在楼上 因为女主可能上下楼不方便 于是大胡子就把为金发女准备的 一栋座椅搬了出来 女主得到后甚是开心 就在女主慢悠悠的上了楼梯后 身后的走廊 慢慢的浮现出一个小女孩 但是等到女主看的时候 女孩又慢慢的走开了 女主感到很是奇怪 就在这时 其他的孩子也都跑了上来 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房间 当女主找到自己的房间时 突然看到一个门框上 刻着身高线条 刚准备打开 大胡子突然出现 将房门紧锁 还警告女主不可以进去 女主听了一脸懵逼 随后就被琳达叫进了另一个房间 一行人选择完房间 简单的收拾后 准备一起享用晚宴 就在大胡子和孩子们祷告完后 金发女房间的铃铛突然响起 卡罗尔也有幸见到了 戴着面具的金发女 可能卡罗尔觉得金发女有些恐怖 居然露出了惊呆的表情 直到修女叫自己吃晚饭 才反应了过来 晚饭过后 除女主外 其他的孩子都进入了梦乡 就在她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房门外 有人跑过的脚步声 女主下床后 又在门缝下 发现了一张来找我的字条 好奇心促使女主离开了房间 然后来到了小蜜的房间门口 结果又在门缝下 发现了一张在这里的纸条 女主再也忍不住爆棚的好奇心 祈祷过后就开门进去了 女主进去后 发现了一个制作特别精致的小房子 毕竟女主还是个孩子 少女心爆棚 随手就将小房子的灯给打开 就在女主开心的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 偶然间在小房子里的柜子里 发现了一把钥匙 抬头看了看房屋的陈设 发现房屋的结构和小房子一模一样 于是拿着钥匙 打开了房子里相应的柜子 然后就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安娜贝尔娃娃 女主越看越觉得心慌 急忙将柜子关上 准备离开 却发现柜子怎么也关不上了 而这个时候 大胡子也从外面回来 女主慌乱之下也顾不了那么多 急忙一曲一拐的跑进了自己的房间装睡 才躲过了一劫 第二天 女主因为误闯了小蜜的房间 内心感到非常的罪恶 于是就去找修女忏悔了 而其他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卡罗尔南希 爆炸头和乖乖女 在仓库发现了一个被钉在墙上的稻草人 琳达也在楼梯下的杂物间 发现了安娜贝尔娃娃 但是明明在楼上柜子里的娃娃 怎么会跑到杂物间呢 很明显诡异的事情 已经开始悄悄的发生了 当天晚上 卡罗尔和南希坐在地上 讨论着白天不出门 晚上到处乱逛的金发女时 并且说金发女到了晚上 就会依仗着杀人来进食 为了得到她们 金发女还会不停的叫她们的名字 就在两人开心的讲着这些时 突然听到了摇铃和脚步的声音 随后手电筒出了故障 一个白面恶魔闯了进来 吓得两人立马尖叫 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对恶魔来说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晚上 女主在研究来自走廊的一张照片时 突然听到隔壁小蜜的房间传来音乐的声音 于是女主又作死的跑去了隔壁 随后一连串的诡异事件发生 先是门自动关上了 接着就是柜子里冒出来的手指娃娃 然后小房子的灯也亮了 最后小蜜闪亮登场 就在女主想要和小蜜聊天的时候 小蜜突然变成了极为恐怖的恶魔 嘴里还不停的叫喊着想要女主的灵魂 女主被吓坏了 因为腿脚不方便 就开始大叫修女的名字 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一个人听到 女主无奈的只能坐着一栋椅子往楼下逃去 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椅子被恶魔控制后 女主也被扔到了楼下 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才被众人发现 大胡子带女主看过一身后 然后为她配备了轮椅 接着修女就安排女主睡在了沙发上 当女主向修女提出想要离开时 被修女蜿蜒拒绝 当天晚上 琳达陪女主聊完天后就上楼休息了 而上楼的琳达内心却还在害怕那个安娜贝尔娃娃 于是用玩具手枪来测试恶魔的存在 这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刚把玩具枪的球发射出去 枪就被夺走了 吓得琳达急忙跑上了床 随后恶魔也带着娃娃睡在了女主原来的床上 当天晚上也是在这种惊吓中才慢慢的睡去 第二天修女推着女主走到院子里晒太阳 却没想到这一晒却葬送了女主 修女前脚刚离开 女主就被一双干枯的手推进了仓库 虽然女主坚持自救 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到最后还是被小蜜附身 当修女和琳达发现女主的时候 女主微笑着坐在轮椅上 修女这才放下心来 而女主的意样也只有琳达看了出来 后来琳达在椅子上坐着想事情的时候 遇到了大胡子 并将大胡子说出了女主的意样和安娜贝尔娃娃 大胡子一听就急眼了 急忙拿着刚做好的十字架冲向了房间里 这冲动式魔鬼这句话也不是白说的 大胡子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去找恶魔 也只能是被恶魔送去领盒饭 当天晚上大胡子被神父带走后 修女就想找金发女了解这件事 而琳达觉得娃娃太过于诡异 就直接把她扔进了水井 不料这一幕却被修女看到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水井突然剧烈的晃动 两人急忙跑回家 发现女主不见了 而安娜贝尔娃娃居然又回来了 修女让几个孩子去找女主 自己则带着娃娃和怒气 冲进了金发女的房间 这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初金发女和大胡子 为了再见一次小蜜 愿牺牲一切 就因为有这个念想 小蜜的灵魂回到了夫妻二人的身边 还附在了安娜贝尔娃娃的身上 金发女见到女儿回来 很是开心 但这种开心的日子没过多久 金发女就发现 小蜜根本不是他们的女儿 而是另一个邪恶之缘冒充的 金发女也在一次和恶魔的较量中受伤 随后大胡子为了妻子的安全 就将娃娃封印于柜子里 虽然娃娃被封印 但那邪恶的力量依然没有消除 与此同时 卡罗尔南希和乖乖女 在安娜贝尔的房间找到了女主 本想好心带女主离开 没想到却被女主划伤了手臂 修女听到尖叫声后 让卡罗尔去打电话求救 自己则去面对恶魔 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 圣经没念到一半 就被安娜贝尔撞晕 而琳达也在这个时候 躲进了有密道的房间 画面转到卡罗尔这边 三人打过求救电话后 本想带着金发女离开 却没想到金发女 已经被送去领了盒饭 三人吓得急往跑到外面 想开车逃跑 却被赶来的爆炸头给吓到 于是又跑到仓库 准备躲起来 而仓库的门将卡罗尔与其他孩子分开 不仅如此 还遭到了神秘稻草人的追杀 还好最后被及时赶来的南希救下 画面转回到琳达这边 琳达为了躲避安娜贝尔 先是躲进了柜子里的密道 随后又躲进了封印恶魔的柜子里 但这也只是徒劳 就在琳达被安娜贝尔找到 准备将她杀死的时候 修女及时出现 用十字架和带有十字架的项链 挂在安娜贝尔的脖子上 顺手将安娜贝尔推进了封印的房子里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没过一会儿 房子开始剧烈震动 而修女带着琳达和其他的孩子 会合没多久 房子外的灯全部爆炸 第二天 警察赶来调查这件事 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而在封印的柜子里 也没有找到女主的踪影 修女很是无奈 只好带着孩子们先行离开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 女主居然以安娜贝尔的身份 出现在另一家孤儿院里 还被一对很和蔼的夫妇收养 时间一晃 12年过去了 安娜贝尔也成年了 也有了自己的男票 某天晚上 安娜贝尔突然爆发本性 同男票一起杀死了 养育自己的养父母 还刺伤了怀着卑鄙的邻居 最后安娜贝尔和男票 被赶来的邻居丈夫杀死 安娜贝尔也趁机 再一次进入到娃娃里 也就是安娜贝尔一 刚开始的情节 如果忘了故事内容 可以去翻 涛哥以前的电影解说哦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 好多小伙伴